我在講話你是不是有在聽啊 喂 我在彈琴 不要打擾我 我想停的時候自然會停 你有沒有搞錯啊 這裡是我的格鬥館 你確定是你的嗎 好 對不對 你們這些人 找頓也好當壞人 你當好人 但你比他更過分 你現在就把我的格鬥館 當成是你的 還在這裡彈琴 你把我當什麼 不要彈了 我叫你不要彈了 不要彈了 閃琳拳 段宇喬 格鬥天王 酷 格鬥天王又怎樣 銀色鋼琴手又怎樣 要補你們外面那塊地 挺麻煩的 總要找點事做吧 所以我在這兒彈鋼琴 打發時間 但是我不歡迎你 你出去 老闆娘 拿太居氣彈 好聽啊 你放手 你放手 好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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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來說 我在彈琴的時候 旁邊的人都會聽得很陶醉 除非那個人 沒有什麼音樂信仰 吵 不要啦 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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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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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我先拿到的吧 是我先拿到的吧 你 這位小姐 李宗盛 你知道她是誰嗎 她是我們格鬥天王段雨潮的妹妹 也是我們段視娛樂司機的大小姐 妳對她說話應該客氣一點 照你這麼說 他就是這場派對的主人囉 那社會主人的 是不是應該對客人客氣的 對客人客氣 那也要看是對什麼樣的客人啊 像你穿成這樣 完全不尊重這場派對的人 需要對你有什麼禮貌啊 段家個人就是這樣 以大欺小 段延浩也是這樣 段允橋也是這樣 現在連妹妹也是這樣啊 早就不應該來參加這場派對 既然知道不應該來 那就不需要來啊 Tiger 把他趕出去 小姐請出去 你幹嘛叫什麼包裝 你幹什麼啊你 我自己叫我啊 葉優里 宇喬少爺 葉優里怎麼會來 應該是宇喬少爺請來的吧 先看看再說吧 你沒事吧 來 右手把插一插好了 難道你不曉得她是我客人嗎 不是你的客人 不准走 我要走 來 我帶你去見我爸 不好意思 安邁家受到驚嚇了 繼續 嗯 雨翔 放進來 你給我說清楚 這到底怎麼回事 還有她誰 爸 我今天並沒有拆除格鬥館 全都是因為她的關係 她叫做葉優里 也是你的老朋友 葉安達的女兒 她一直很希望可以見你一面 所以我就邀請她來參加這個派對 講話啊 你不是有很多話想要跟我爸說嗎 段伯伯 我知道格鬥學院已經是您的財產了 而且我也不應該再住在那裡 你知道就好 你更不應該出現這個場所 我知道您跟我父親有過不愉快 可是你們畢竟曾經是好朋友 而且也同樣熱愛格鬥運動 不是嗎 我可以請求您 看在父親的情況上給我一個機會 我一定會努力的拼命賺錢 來抵那些貸款 就請你讓我保有那一間格鬥學院吧 各位理由 除了我是你爸爸老朋友之外 雖然很多人都說 我爸失蹤了這麼多年 他一定早就死了 但是我相信他還活著 他一定還活著 而且格鬥學院是他唯一 留下來的財產 萬一哪一天他回來了 我們父女就只能靠這個聯繫了 我在我媽肚子裡的時候 我父親就失蹤了 所以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有我 如果他哪一天回來了 我又是去了格鬥學院 我真的很怕他找不到我